斗罗中最稀有的武魂排名 每一个都独一无二 你知道他们的拥有者都是谁吗 第八古斗罗古龙的武魂 作为七宝琉璃宗两大秦天柱之一 古斗罗他的武魂古龙是变异武魂绝无精 号称斗罗大陆中最诡秘的武魂 尤其擅长防御 第九魂技古化神龙直接对抗99级比比东不落下 第七陈心的七杀剑 作为斗罗大陆攻击第一武魂 七杀剑是陈家一脉单传 挥舞七杀剑的剑书 被粉丝戏称最会淫湿的斗罗 第六必灵蛇皇 拥有嘴骨菇薄 就是拥有这个底级兽武魂 使得老怪物堪称斗罗清兵最强者 就连神级堂三都比不上 第五九星海棠 拥有嘴叶零零 九星海棠作为辅助武魂 只有一个魂技那就是治疗 单轮治疗能力 就连号称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都比不上 要不是九星海棠数量欺少 那么天下第一辅助武魂可能就要一种 第四奥斯卡香肠武魂 就是靠着这个香肠武魂的强大 使得奥斯卡能够先天 并且成为斗罗第一个食物系封号斗罗 最终成就失神 第三马红菌的邪火凤凰 邪火凤凰前七一百代 但随着后面不断进化 最终成为石手火凤凰 是真正的神之人 而马红菌也是成功继承凤凰神 第二 其稀有程度在斗罗大陆上位居起 其强悍程度比他的第二武魂要更甚 并且拥有明天的魂祭不死之神 神迹以下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御 第一波赛西海神武魂 这是真正的神赐神迹武魂 斗罗绝无精灵 靠着这个武魂 波赛西成为海洋无敌的存在